您好 欢迎收看9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嘉惠 花东纵谷强症 花莲灾情惨重 截至目前为止 土木建筑技师鉴定 将近有700多户的防射灾损 内政部次长花敬群 营建署长吴欣 会同全省土木建筑技师工会 上午前往玉里镇松普里勘灾 针对房屋灾损提出政府相关补助方案 希望尽快协助乡亲 重建家园 收纳纸本资料 县府建设处长邓子玉简报说明 截至目前为止将近700多户防射灾损 目前勘查鉴定完成了三分之二 这边的建筑会这么多的原因 是因为它放到几天之后一次通报 我昨天晚上看了下一个 对对对 大家会看到说从370以下跳到500多 对对对 就是这个原因 整个灾区防射受损 勘灾鉴定作业 预计10天内就可以完成 而后续的灾后重建与修复 行政院与内政部商讨补助方案 除了中央全数补助防射耐症出贫 或补强费用15000元 另外 集合式住宅耐症补强或修复 最高补助450万元 我们最高可以有450万的修缮补助的费用 那这个钱中央会全数的补助 当然 这整个450万 它是占整个修缮费用的45%以内 当然如果说它的危险程度 例如说红单 或者是它的回得耐症评估的分数 在45分以上 那我们可以补助的比例会从45%提高到85% 那当然金额还是450万 那这个部分我们方案会处理完 那当然一样的道理 到最有需要的民众 直接透过建筑师或结构技师 来整体规划 并我们来申请和处理 内政部次长花敬群 营建署署长吴行修 逐一勘查严重受灾的防射 也当面和住户说明各项赈灾补助方案 全力协助受灾户重建家园 而至于台积电与磁济 协助重建资源早已进驻 市长则说将与他们统筹一并办理 中央结合地方 以及民间慈善企业力量 三方共同重建修复花东 记者是一遇蓝 玉璃镇采访报导